来到厦门嘉庚高新技术研究院 台青罗世明正忙着和伙伴 讨论新办公场地的布置 再过一个月 他在海仓区和吉美区的 两个展示空间将投用 水彩行业的 这些院校我们也会合作 让他们还是学生的过程当中 就提早地先到实地的场景 先看到 摸到 听到 感觉到 未来他们可能工作的地方 或者是说 未来他们可能接触的这个行业 是什么样的 聊起深蓝经济 罗世明滔滔不绝 上世纪90年代 罗世明的父亲就来到福建 开展鲍鱼育苗养殖 受当时的气候环境等客观因素影响 事业并非一帆风顺 余明是靠天吃饭的 就是有的时候在养殖的过程当中 就看老天爷因为不愿意赏口饭吃 就是这样子的 那他就觉得他自己可能 没有踩到那个好的时机 罗世明从小跟随父亲来到厦门求学 中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了厦门大学信息学院 父亲没能走下去的事业 在罗世明看来其实是片蓝海 罗世明将自己所学的信息技术 与国家鼓励发展的深远海养殖 相结合开启了智慧养殖的广阔空间 我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做未来的规划 因为国家倡导 一定要到深远海去养殖 和清退内外的高密度养殖 所带来的污染 所以到深远海养殖是势在必行的 厦门大学确实对校友非常的友好 他们也给相应的这些技术上 有一些支持 比如说在实际场景上面遇到一些困难 然后老师会提供一些方案 然后解决我们目前企业 遇到的一些技术难点 然后寻求突破 随着大陆对台青创业 释出了种种政策红利 罗世明看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不久前罗世明的公司 与泉州市惠安县农业农村局合作 建设未来数字化养殖示范区 预计在2024年之后 将投入两个亿 开展15口的智慧渔业网乡作业 那我们通过我们的智慧渔业系统 我们可以实现水下的24小时确权 由这个系统衍生出来的 就可以把保险 银行跟农户绑在一起 降低农户在生产当中的这个风险性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共赢的局面 那就是把传统的看天吃饭的这个养殖 通过数字化迭代升级成现代化养殖 拥抱深蓝经济 罗世明的智慧养殖项目 也得到了业界的认可 就在本周 罗世明凭借智慧渔业数字孪生项目 在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大赛中 斩获一等奖 兼具台湾与厦门印记 罗世明的发展之路 展现出两岸融合发展的深深烙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